天文地理与历史 这里是天地理频道 咱们都知道秦岭淮河县 作为中国南北的地理分界线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 也被称为供暖的分界线 随着近年来 南方的供暖的呼声是越来越高 相信大家也是和我一样 想要搞清楚 现阶段咱们国家的南北供暖分界线 到底是在哪里呢 其实秦淮县与供暖县 还是有非常大的出入的 除了几个意想不到的南方城市 有供暖之外 在这个区域内 供暖与不供暖的城市是犬崖交错 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 也相信都在为自己的冬天 脱衣自由而奋力呐喊 在战况最为激烈的 陕西、河南、安徽、江苏 四个省份当中 只有陕西省是严格 按照秦岭淮河县的标准 划分的省份 在陕西省南部的三个城市当中 汉中、安康与商洛 这三个城市都位于高大的 清岭山脉当中 那么高大的山脉 也是阻挡了来自北方的寒流 使得这三个城市的温度 是相对比较高的 可以看到这样的山脉 是可以阻挡得住 来自北方的寒流的 那么在河南省当中 河南的周口的供暖状况 是非常的尴尬的 河南省的其他城市 都属于集中供暖 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暖气存在的 铸马钉士和信仰士 他们都依然有集中暖气供给 那说完河南省 我们再来说安徽省 安徽省的表现似乎更加不尽人意了 除了省会合肥 在其他淮河以北的城市 冬季几乎全县都不会供暖的 那小编也是一名晚北人 那作为晚北人 在这里也就吐槽一下 没有暖气是真的很难受啊 来看晚北的临近城市 徐州市 徐州市是江苏省 唯一一个供暖的城市 被绝大多数的城市争相羡慕 那在徐州市往南 还有合肥市 武汉市也是为供暖城市 长沙市也是 武汉市和合肥市 两个作为秦淮县以南的省会城市 运用经济的优势 对一些小区进行市政供暖 即便近些年 由于能源价格上涨 造成供热企业的基本压力比较大 但是有暖气的视频 在冬天的时候依然站在了舒适链的顶端 2018年 昆明市在冬季也开始实行了 自主选择供暖的方式 作为一座缺少热源的西南城市 昆明市采用的是天然气供暖 更为的节能环保 并且用于采暖的气价是低于生活用气的 加入集体供暖 成为了许多昆明市民的新选择 那中上所述的这些城市 作为经济较为发达或者资源丰富的一些城市 我们会发现集体供暖好像成为了当代城市 发展的一个硬实力的表现 其实我们也应该可以发现得到 城市拥有煤炭资源 就能够为集中供暖建设更多的便利 像江苏省的徐州市 河南省的商丘市 驻马店市 还有河南省的平顶山市 大多都是因为煤炭资源能够自给自足 从而实现提供热能 收获冬天的暖气 那如果不是秦岭淮河县 作为中国供暖分界线 那么什么才能够决定城市的供暖呢 当然在我国集中供暖 首先考虑的因素就是温度 现行的供热标准 就是最低温度小于5摄氏度超过90天的地区 将会提供集中供暖 相信生活在秦岭淮河县周围的城市居民 最低温度小于5摄氏度超过90天 应该属于家常便饭了吧 这是一张中国供暖的分布图 可以发现如果非要说一个供暖分界线的话 那么我想龙海南新线才是中国供暖的南北分界线 在龙海线以北供暖 以南大部分地区它是不供暖的 又是一年供暖机 对于尚未拥抱暖气的城市 相信在未来的5至10年内 绝大部分的北方城市都会实现集中供暖 也会让越来越多的南方人在冬天趋暖 那视频的最后给大家留下一个小问题 最该尽快实现供暖的城市应该是哪一座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 大家最后再看一看这个犬牙交错的中国供暖图 喜欢可以点击关注 别忘记转发收藏加评论 咱们下期再见